F-16升空應戰 為了解放軍二度繞台一周 國軍首度對解放軍 執行制敵空襲聯翔操演 空中包括F-16 IDF經國號 以及E2K空中預警機進行演練 全程升空警戒 我們都按照相關的規定 至於相關的機型還有數量 我們不足說明 地面上天宮 愛國者等飛彈 也加入聯翔操演 這是共軍半個月內 二度繞台一周 11月底共軍首度環台繞行 飛過台灣東部海面 12月10號 共軍再度繞飛 國防部主動公布訊息 以後共軍繞過台灣東部 類似訓練成常態 台灣作戰策略也得因應 以前台灣認為 中共威脅來自西邊 東部在蘇澳花蓮與台東 部署舊式銀式飛彈 反制大陸軍機繞台 未來要在東部架設 三套以上天宮二型 與天宮三型 天宮三我們都知道 它是一個比較新科技中科院 目前正在量產中的 新一代的飛彈系統 射程涵蓋面 還有反電子作戰能力 多目標的接戰能力等等 那都比現在的殷式 要強非常的多 雖然都是防空飛彈 殷式飛彈屬於舊式飛彈 射程只有40公里 天宮二型飛彈1997年才服役 射程高達200公里 天宮三型更新穎 攻擊能力媲美愛國者 以往台灣東部遭攻擊演習 想定都是航艦與巡弋飛彈攻擊 現在共軍繞過台灣活動頻繁 機種更是陸軍軍機 比航艦攻擊更多元與長城 提升東部應戰能力 做好萬全準備 這五七巡迷家園 台北報導